龙非夜和穆大将军约了会面的时间 在两日后的正午 而今夜 他们四人就秘密潜入了天安皇都 直奔穆将军府 一入府中 他们就发现穆大将军的府中空无一人 有证 韩芸汐急急地往周遭看去 这才发现 自己的周遭全都是阴森的树林 东非夜 顾北月 顾七少 你们在哪 你们听见了吗 白燕青 你给我出来 丫头啊 你还真下得了什么 你这是在是父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你都没遭天打雷劈 何况是我 你杀了我母亲 你有什么资格来认我 我没有杀穆辛 我没有 你怒什么 难道不是吗 我娘是西秦的公主 你是封族之后 你凭什么娶我娘 你凭什么盗我父亲 你永远都执西秦皇族的奴才罢了 你连把我娘提鞋都不配 你给我闭嘴 我不配 你父亲就更不配 你不是我父亲 谁知道 白燕青却用剑把 狠狠地撞了他的后脑勺一下 韩芸汐根本站不住 只觉得天旋地转 很快 眼前一黑就给昏迷了过去 而此时此刻 龙非夜他们三人 则已原地不动了 我丢了他 不是你 是我们 白燕青 你出来 你想要迷迭梦 本太子给你便是 有什么事你冲着本太子一人来 你为难一个女人做事 白燕青 是个男人 你就给我出来 就不过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